部落独城啥流派最强 那必须是骷髅野猪 打主城莫及弓至少需要四刀 还贼浪费时间 骷髅抄法也需要四刀 偶尔可以三刀 不过还是打得很慢 但是骷髅野猪就可以稳定三刀带走 并且只需要简单一字滑 这边我打的是十几独城 对面基本都是满房 只有城墙没满 那我这个其实就是一字滑 但是野猪不要一次性给完 你可以分几波 分批次都给 然后骷髅法术就只需要给在 他这个重防御的脚下 大概一字滑就行了 也不要放太靠里 放太靠里是不能帮野猪吸引到伤害的 那么打完这一波呢 我是打到了四十多的吹口率 而只仅仅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 况且第一波只有三个骷髅法术 其实是最弱的 百分之四十四 我们再打第二刀 第二刀的主要目的是 清掉大本前方的这些重防御 对 第二刀因为有六个骷髅法术 所以说它的破坏力是非常惊人的 同样下野猪是可以分批次 大概是三个一组 如果你全部下在一起 它可能会被火箭炮或者巨型加龙炮给秒掉 对吧 你如果只下一组或者两组 它可能就伤害不够 对吧 就不能和骷髅法术完成一个配合 六个骷髅法术可以产生一百九十六个小骷髅 它能帮野猪扛住很多伤害 并且打很多输出 那么这一波 我们主要是把大本前面的重防御带走 对吧 大本其实能不能爆掉 不是那么重要 第二波打完之后 它就只剩下大本巨型加龙炮 还有左边的超级飞龙 我们就好处理了 最后百分比也是达到了七十九 第三波就能顺利完成收尾 时间同样也只用了一分钟左右 OK 那么我们看到第三刀 第三刀呢 我带了一个煤气龙 这煤气龙是干嘛的 煤气龙不是爆本啊 是用来杀大吉龙的 大吉龙这边给两个骷髅啊 然后给野猪 用单体伤害最高的煤气龙 对付大吉龙是最好的选择 前面骷髅和野猪扛住伤害 然后煤气龙直接对大吉龙疯狂输出 那么大本这边同样不用担心 我们的野猪能够眩晕大本 让它直接瘫痪 其实第三刀已经属于碾压了 如果精细一下 是能让很多冰种的 那如果你们摸了还没到达十度九度 一定要升级一下骷髅法术和飞天野猪 这两个在后期是真的很强烈